后,吃瓜群众们,就一直在全世界搜索英拉的踪影,昨天,泰国多家媒体爆出英拉和哥哥他信,在北京街头买例子的照片,同时,他信的小女儿被东单,也在个人脸书上发布了他信的照片,并发文道,爸爸在北京祝福泰国所有兄弟姐妹们春节快乐,虽然相去甚远,但一直牵挂大家。 目前,泰国官方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,不知是否属实,不过,英拉兄妹道确实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,他们曾于2014年10月来过一次北京,他们由故宫,爬长城,逛寺庙,还在街头各种买买买。 此外,他们还带着家人到中国展开寻根之旅,回老家广东梅州探亲祭祖。 那么,除了北京,浙江近半年时间里,英拉到底还去哪儿了呢? 英拉刚失踪那会儿,有监视器捕捉到他乘坐一辆轿车,经过泰国东部沙脚府一处军事检查站。 此处与柬埔寨接壤,但由于监视摄像头,无法追踪车辆更多信息,也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进入柬埔寨了。 在经过几天调查后,泰国总理巴育称,他逃去了迪拜,当时,两地政府虽没定力引渡协议,但泰国声称,会以外交途径激拿英拉归案。 泰国警方打算与外交部及国际刑警合作,然而,没过几天,就有消息指出,英拉两礼拜前,就离开迪拜转飞伦敦了。 不过,泰国官方一直对此不予置评,10月30日,泰国外交部将英拉的四本泰国护照全部撤销处理,这意味着他的合法流亡的尤为重要。 去年11月11日,有人在英国伦敦商场,偶遇,并拍到英拉的照片上传至互联网。 当天,一位网友在脸书上分享了一张截图照片,照片显示泰国总理他信和两名女性站在英国伦敦高级商场的扶梯上,照片配文称,不敢相信,刚才竟然在Selfridges London遇到了前总理他信,中间这位一直没回头。 这张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大范围流传,不少人觉得,从中间身穿白色衣服,被朝镜头的女性,怎么看,都像是失踪已久的英拉。 几天后,泰国媒体援引安全部门的消息称,经过鉴定,照片中的人就是英拉,报道称,英拉去英国应该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,按照相关程序,预计英拉等待英国当局的答复,可能得花上一年时间,申请期间,英拉有权在英国生活。 不过,英国政府曾向泰国当局保证英拉,将不会获得政治庇护,所以他同时还向德国和法国等国家提交申请,虽然泰国警方表示已经和国际刑警组织取得联系,但一直迟迟难以将英拉接拿归案,看来这俩兄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,不止。